布加佑融合的副產品就是攝 它的半衰期是32.30.2年 危險來自於游離的輻射 凡是手機、螢幕、燈泡能量裡面 都會散發輻射 游離的輻射有攝、濕 這些是特別厲害 游離輻射是最厲害的 因為它的能量撞擊原子中的電子 好比電子一般是繞形的原子 但是當原子暴露到像是剛好射線的 游離輻射的時候 它造成的這個能量 它會跟電子掙脫 被電子撞擊後 便無法造成和其他的原子結合 而當這些碰撞產生在人體之內 就會變成很大的危機 少了電子的原子 便無法組成正確的分子 那細胞的功能就會因此而被破壞 DNA裂就因而崩解、突變 產生癌症、血癌 及許多疾病與免疫失調 這個是我花了九年二苦之力 然後把它終結起來 希望大家能夠聽得懂 想像這一篇的可以來跟我要 然後台電也有說核電廠工作人員 每年都有經過身體健康檢查 為了這件事情 我實際的跟那個 石排榮種的那個放射線科的主任 我就實際的問他說 到底二十幾年來 台電的人員來做的健康檢查 到底是怎樣的沒問題 那那個主任 有好幾個主任紛紛腫病 然後只留下一個孫主任 因為他是僑身身分 然後他年紀跟我差不多快六十歲 所以他已經聽不怕聽不怕 而且最主要是他是僑身 他有講 他說核電廠二十幾年來的身體檢查 是檢查什麼 檢查懷疑會因為輻射而造成的癌症 的癌症 懷疑 這樣用講 懷疑因為核輻射 因為不一定是核啦 就是因為輻射可能會造成的癌症 然後做那幾項抽血、癌症、篩檢 這跟輻射有沒有什麼關係 這跟我們一般社會的認知 甚至是去驗那個身體檢查的那些 那些癌症人員 認知是不是差十萬八千里 他們以為說 他們受了在核電廠裡面工作 受了核輻射之後 看核輻射對殺的身體健康有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他去台大跟種種做身體檢查 可是結果他的檢查是在做核輻射 核能致癌的那些癌症項目的篩檢而已 所以根本就是台電一整個騙人 大騙人 我剛講的就是現在這一篇 所以我們共僚人在此呼籲 將核四廠開放成為全球二十世紀的能源的教育場域 然後我們也鼓勵目前的國人能夠永遠申請進入核四廠 實力的看一看 什麼叫做圍蘇亭 什麼叫做反應爐 什麼叫做核廢料石 什麼叫做契機房 然後種劍碼頭到底長在怎麼樣 一而再再而三的 能夠進去核四廠裡面參觀 你一次看圍蘇亭看不懂 兩次進去看三次進去上每一次進去都可以吃一個阿森便當 免費 所以我們要辨識核能 我們就有權力進去 阿丹亂加一條卡 這就是我2012年讓大家進去 如果來不及操可以用手機給他拍下來 這個電話二十四小時都會通 下面的那個02的那個是上班時間 這個是我們絕對可以進去核四廠參觀 實際的進去看一看 而且全世界的迪斯納樂園 它可以賺全世界的遊客的錢 那我們如果核四發電只能夠發電賺台灣人的錢 但是他如果變成是20世紀的能源的教育場域 讓台電繼續在我們共僚那邊繼續興建 把他的火力發電水力發電 因為他徵收了我們500多公頃的土地 蓋了一二三十年他只用了107公頃 他還剩下將近400公頃的土地閒置在那裡 絕對以後不能給他蓋任何的東西 所以400公頃的土地 我們共僚人也願意不要再收回來 讓他能夠把火力發電水力發電 盡量的展現台電在能源科技上面的 優異的能力跟成績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20世紀的能源的教育場域 讓全世界的人都能夠來回顧 上個世紀的能源科技到底是 能源的工業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就會是另類的迪斯奈樂園 讓大家來這裡要變成一個教育的場域 這樣子我們並不是要讓台電 我們並不是要追殺台電 讓台電裡面的員工都沒有工作 這個是我們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所以我們共僚人在返河的路上 我們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設身處地的去為那個河寺的人著想 所以其實我是河寺裡面很多人的好朋友 他們寄望我千萬不要讓河寺運轉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共僚在面對很多土地徵收或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發生土地效應的一個漁港 所以這個漁港在1990年關公的幾個月裡面 因為土地效應的關係 馬上就被沙子填滿了 所以漁港廢了 金沙灣也沒了 就是這個沙灘流失了 地方繁榮的遠景也吹了 所以所有的建設 只要是錯誤的話 就是惡夢一場 然後南河美漁港的吳寺市工部門 首次對錯誤的海岸工程建設 做出這些積極的反應 以及解決的措施 我們共僚人為台北縣政府和公管處喝彩之力 更呼籲有工單位重視 正是河四的重建碼頭也是近年來引起 煙燎機浮龍海水浴場 沙灘消失的元凶 希望從河美漁港開始 還有其他錯誤的海岸工程 能夠積極的被檢討與改善 所以我們做任何的社會運動 就是要積極的檢討然後改善 達到我們當初跨出第一步的莫忘初衷 我們說出來怕蛇 怕到尾牙去創衣 自己算不算 就一天到晚互相取鳥 吃吃喝喝 繁榮了很多熱潮店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案例 又是吳瑋港的水鳥保護區 然後在地的居民就是發現說 國際上有一個團隊是在保護這些野鳥 所以他們在把土地徵收的時候 他們就連結國際的力量 然後遜雷不及聯合就把烏威港 設置為國內第一個公告設立的水鳥保護區 所以在地的火力電廠的計畫就因而告終 所以我剛剛有講我們共僚人出來反核 其實常常不是為了我們合適的一個議題 只要台電做壞事 我們就會看得到我們出現在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土地徵收 這個是一個 我去師大學攝影的時候 那個攝影老師的作品 可是我沒想到在社運上這麼好用 這是叫做金龍湖那邊有千賀湖之稱的一個湖 但是他面臨土地徵收 然後在地的人就覺得 哇 蓋高樓大廈 住豪宅 有多好 可是就變成惡夢一場 他走不走得了回頭路 無可憐也待機 這是把一個環境破壞了之後 我們再也回不了頭 這個是一個非常現實 而且血靈靈的例子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錢 然後也很羨慕誰誰誰出國 去看人家的湖光山色 那其實我們也有很好的湖光山色 但是我們台灣 我們的政府 積極破壞環境的當下 人民是他的當兇 所以現在要把這些 住在屋子裡面的人 就叫他任陪 然後搬家 然後把房子拆掉 再讓這個湖 回復他原來的這個生態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憐 沒有可憐 所以做任何一個決定的時候 真的眼光要放遠一點 皂子放亮一點 這就是血淋淋的 然後這是我們共僚的恩子館 都是 吳敦義有一個名言 他就說 要為我們共僚 庶民生活行動專案 他稱我們共僚人叫做庶民 那一旦我們是庶民的話 表示他是貴族或是天子 然後那時候 他就說我們共僚 骯髒落後破舊 後來就想說 奇怪怎麼會用這個形容詞 在我們共僚 後來我就發動 我們所有 要被土地徵收的地主 大家去把所有工部門 徵收了以後 在那邊換草洋文職的所有 建築跟土地全部拍照 所以我們共僚 反正土地徵收的方法 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所以我們有個阿伯 到現在還常常 背著相機 在田間漫步 他說這塊去掌聲 到現在還在發燥 沒有掌聲 把它打起來 然後他們現在都知道 要寄到哪裡去 他們打電話 快要吃中飯的時候 開門 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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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班的時候也是 我們現在共僚地區的老先生 就是那些我們的長輩 很尊敬的長輩 他們在兩體都會做B&Q的收集 可能比各大學的研究生 做的那個田野調查的問題 還更有趣一點 他們就會隨時腦力激打 想說怎麼樣去跟政府對談 所以在正大的學識